在這將近這個差不多三年多的時間 我想我的心中可以講是除了感激還是感恩 在今天這樣的場合非常感謝大家給我機會 把我在過去這三年跟大家朝夕相處 從副院長開始到院長 這樣一段感情可以讓我在這邊有機會跟大家表達一下 非常非常感謝大家的這個對我們工作要求上一些容忍 然後大家也都節制盡力在自己工作崗位上 推動一些很多人認為不可能的一些成果 所以我要說我已曾經與大家共識過為榮 現在我們很高興馬總統已經指定我們張副院長接人格魁 我認為這是一個最適當的人選 而且我們也很高興地看到媒體上也有反應 說未來我們全國上下要對新的內閣最大的支持 但是我對張副院長 我對張副院長 未來的張院長有充分的信心 大家一起來支持他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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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